大家好,我是彩天友善農作的杨乳門 今天就帶大家來看看我們如何在後山挖筍子回去做料理 那就跟著我一起走,走啦! 因為我們是不會挖的人 所以我就會拿一隻鋤頭 滿山片野在竹子的旁邊 大概距離20公分的地方 旁邊就會開始漲 就開始挖,挖看有沒有筍頭的出現 所以我們剛才除的時候就發現有筍尖出現的時候 一般大家都是會的人 他們用筍筍子還是筍頭 之後去挖,把筍子挖出來 但是因為我不太會的時候,我就會拿小的鏟子 把附近的土挖掉之後 再拿鐮刀來割 因為他們說要撈一個脈 他有一個眼睛 會在另外長筍子的地方留著 他撿出那時候是因為他有一隻平的刀 會這樣子直接斬下去 如果我們沒有那種筍刀的時候 我們直接拿一隻鐮刀 他就在這個位置就把他割的斷 這樣,拿起來就再一隻筍子 那他那個筍子生長之後 有一個土的高度 他才會長得大隻 第二個就是 你即使把他 把旁邊的葉子阿土阿 蓋回去的時候 他筍子才不容易 冒出土裡 之後會吃起來會苦 這樣子 旁邊的葉子阿土之後 就把他蓋回去 我看到我們鄰居上來 會下去 滿滿的 所以代表 好 還是要專業才起 每次都講說 農友這個當然是一個專業的事情 其實像我們這種不專業的 拿著一隻鋤頭 帶著一隻鐮刀筒子 滿三片野去亂挖亂巡 其實是一件很累人的事情 所以我們常講說 樹葉是有專攻的 像我們這種就是 純粹挖兩隻回家吃是好玩的 他就只有這樣子 我們現在就把筍子 做清理之後 我們就讓他來煮這樣子 吃到吃起來 木鶏 你 做清理 油 佐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回来家里自己做料理可以自己吃这样子 我们觉得支持农业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去吃它跟购买它 就是支持农业的一种方式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